第七題 以電路如右途 每分鐘通過銅棒截面A的電量有36庫輪 則由電池流出的電流大小為多少安培 我們看到銅棒跟電池串連 所以通過電池的電流就是通過銅棒的電流 而電流的定義就是 每秒鐘通過截面G的電量 公式寫作I等於T分之Q 我們的Q要用庫輪做單位 T要用秒鐘做單位 現在一分鐘通過的電量有36庫輪 一分鐘有60秒 所以是60分之36 36除以60也就等於0.6安培 因此第七題問我們說 則由電池流出的電流大小為多少安培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0.6安培